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天早上小白发现自己的车胎也被炸破了 小白准备去镇上找孩子们的父母理论 但是又听到了一句很恶心的话 他们只是孩子呀 小白想想也是 别被几个孩子破坏了两人的美好时光 于是再次回到湖边开始浪 两人在水里扑腾半天 上了岸准备回家的时候就发现车钥匙不见了 再到停车的地方发现车也没了 不用想肯定是这群凶孩子干的 没过一会儿凶孩子们开着小白的车过来了 小白彻底被惹恼了 带着女友去找凶孩子们的理论 撕扯的过程中小白误杀了那条大狼狗 两人拿回车钥匙开着车准备离开 但是却意外装束 找一个这样的男友基本上算是废呀 小白让金发妹先逃 自己被一群凶孩子们给抓住了 这群凶孩子一看就是镇上的小流氓 开始疯狂折磨小白 发现金发妹后又开始来追金发妹 小白趁机跑了出来与金发妹会合 但是基本上已经是废人了 金发妹把小白藏好 自己决定去镇上求救 但是没想到中途又被一个阿三弟套笼 联系了那群凶孩子 这回两人都被凶孩子抓了起来 这群凶孩子明显是玩大的 看着小白已经没气了 于是打算用火把两人烧死 金发妹趁着绳子被烧断 供入再次逃跑 一学一管金发妹遇到了凶孩子中的一员 被逼崩金发妹反手就是一刀 直接弄死了凶孩子 在路上又截了一辆车 开车的过程中又遇到了凶孩子中的女汉子 金发妹也是没有 又直接将女汉子撞死 金发妹来到小镇上终于见到了大人们 本以为死里逃生 没想到这几个大人正是那群凶孩子的家长 金发妹以为都是大人能把事说明白 但是想要袒护自己的而是家长 打算让金发妹永远留在这里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凶孩子是大家出门必须躲开的一个群体 另外没本事就别带着女友去荒郊野外玩什么浪漫 不让心爱的人受伤那才是最重要的事